交通部所规划的台湾好行巴士 因为每个停靠站都是知名的景点 因此很受到游客们的欢迎 在共辽地区的黄金福龙县 台湾好行巴士 却因为在龙道隧道口的西陵岩寺这边没有设站 而让不少游客都感到很可惜 是一员岩世雄服务处 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前往现场进行了会看 交通部观光局的台湾好行黄金福龙县 深受游客喜爱 沿途停靠的站都是知名景点 而进入共辽地区就是龙洞海洋公园 龙洞四级湾奥底 终点站则是福龙游客中心 不过近来有民众相议员陈勤 在龙洞隧道口出来的西陵岩寺 也是很多游客喜欢来的景点 不过台湾好行却没有在这里设站 台湾好行是新增的路线 以前七九一炸了五 我们看的都是基隆QN的车 结果是他们的程序不一样 整个东北角沿线的观光景点 所设置的台湾好行的站牌 那这边并没有这个站牌 那因为基隆QN它的班次不多 那这边很多我们上去 我们西陵岩寺很多的百姓 那跟一些来这边参观 来这边旅游的民众 那等车都要等很久 可以看到在西陵岩寺的路口处有两支站牌 一支是社区巴士的站牌 一支则是基隆客运基隆网福隆的站牌 却唯独没有台湾好行的站牌 民众就说这里也是很多游客回来的景点 台湾好行路线应该也要把这一站规划进去 所有东北角瑞芳过来有三个景点 南亚那个什么步道 那个是一个景点 比楼角这是比楼角灯塔那边一个 再来就是西陵岩 再来就是金沙湾也是一个景点 直接就到福隆 我希望这四个点能够允许的话同行设 那刚刚整个会看下来 那预言这边是认为这个点 有必要来设这一支站牌 那因为主管单位是在 我们观光局 等观光局批准之后 那我想我们这个站牌 就可以如期如愿的来安设 11号当天预言师兄服务处 邀及相关单位现场会看后 评估设立台湾好行站牌的可行性 观光局将审设评估后 在研议办理 杰成为共聊采访报导